名家觀點 習強按住黨內元老 北戴河博奕前奏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7月12日中共官媒新華社發表圖片報導 稱北戴河姓夏迎客來 北戴河重要的是迎什麼客 重中之重 當然還是黨國權貴 特別是退休黨內大佬 但是歷來作為權鬥總鎮的此地 如今到了習近平的新時代 仍然有好戲嗎 北戴河距離北京只有3小時的車程 始至毛澤東時代 每年到了7月至8月間 中共現任高層和退休元老 都會對此舉行內部秘密會議 議題主要是以人事調整等政治議題為主 這也是退休元老與當政者之間 尋求政治平衡與政治妥協的會議 正因如此 北戴河會議被外界解讀為老人乾淨的象徵 涉及中共高層權鬥的諸多秘聞 也都連連爆出 2002年之後 胡錦濤掌權期間 公認是江澤民老人乾淨最厲害的時期 即使是到了2012年 胡錦濤交頒給習近平之際 中共十八大前後 從中南海到北戴河 也都爆發了激烈的黨內高層權力鬥爭 這年北戴河會議後 習近平一度突然行蹤成迷 然後駁起來倒台 到了2013年 習近平上台首年的北戴河會議 還傳出周永康兩道暗殺習近平的悲聞 習近平被外界認為是鄧小平後 最具權威的中共黨魁 他在第一任期連續強力反腐 拿下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 令計劃等為首的前任和後任黨內 不同派系的大佬 直以鞏固權力 在2017年10月 中共十九大集合深入黨章 次年修憲破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 一時號稱定於一尊 隨著習近平親訴布滿各系統和地方 以及網羅一批技術官僚 制定一系列與奪生死的黨內幫規 加上元老逐漸臥病 甚至相繼離世 早在過去兩年 官方就吹風說 北戴河沒有會了 不過 2018年美中大打貿易戰期間 北戴河會議仍爆出元老逼供的消息 網上出現大海領軍的暗號 要退汪洋代替閘 近年中共處於內外交困 香港、新疆等人權問題 對外擴張中的惡狼外交 引發的國際反共呼聲和實質制裁動作 還有中共病毒源頭追查 以及國內種種危機 都使習近平壓力山大 到了今年的北戴河時間 未必就好像官媒就此地 對民眾開放旅遊宣傳這樣 跡象表示 以往北戴河會議最重要的部分 即使已經不在北戴河發生 也都在北戴河之外繼續發生 北戴河本身 仍然成為一種中共政治代號存在 這個時間點照樣值得外界關注 剛剛過去的中共黨慶日 已經有一些詭異現象 發生在中共的領導人身上 這一天 在全世界的傳媒緊叮之下 天安門城樓上的習近平 獨自穿一身無妝 在一個多小時的審場講話中 看似意氣嬌揚 但面色陰鬱 2號人物李克強在主持大會時同樣沒有笑容 鏡頭顯示他在習近平講話期間 不時面露惶恐不安之狀 而曾全退支持習近平掌權的前任黨魁胡錦濤 雖然獲習近平現場兩度做出禮樣的關心動作 但無改去小心翼翼 滿頭白髮 一面亡然的樣子 前任總理溫家寶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一張照片 在網絡廣位流傳 展現了一副焦慮、憂愁、痛苦和失望的表情 根本看不到喜慶 有網友說 就算8964時中共軍隊準備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前職 溫家寶隨趙紫陽 看望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 面色也沒有這樣嚴峻過 7日前就全民黨內元老對習近平躺平抗議 結果真有光澤民、朱鎔基和羅幹沒有露面 前總理朱鎔基現年93歲 2020年已經傳出在醫院過生日 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幹 被網民稱為中共惡人之一 他目前86歲 最後一次露面是在2015年9月的抗戰大閱兵 之後就全快不行 號出風頭的江澤民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時 就要由別人參乎著上場 到2019年見證日大閱兵時 也由工作人員駕駐登上天安門城樓 並且迎而稿目 在今年7月1日的中共黨慶100週年大會上 習近平說以誰減欺負 勞役中國 誰就會在中國人民組成的銅牆鐵壁前 痛得頭破血流離警告美國 但隨後在全球黨政峰會上 唸稿唸到接近尾聲時不知所云 竟然低聲問身邊的人 我說完了沒有 這樣和習近平過去念錯字相比 險得更嚴重 有人甚至質疑他 是否內外壓力太大 以致精神不振 其實很可能確是中共內鬥壓力太大所致 中共領導人的神色和不經意的小動作來觀察時局 譬如好像開玩笑 但在紅潮剋傷政治之下 這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實際上中共的內鬥 在黨慶過後 馬上從對企業界的整肅展現開來 計阿里巴巴之後 滴滴出行成為又一個被中共當局高調整肅的企業 這個背後肯定有一個積累過程 中國網約車領頭羊滴滴出行 在6月30日在美國上市 僅兩日後 據說因為惹怒中共高層 滴滴遭到網信辦 以數據安全為由的一連串審查打壓 其APP被勒令下架 並停止新用戶註冊 之後旗下25款APP 也都全面下架 內幕人士提及的官方說法 包括定性滴滴欣奉讓遺 先斬後奏、赴美上市等 已經有不少觀察家指出 事關滴滴背後 涉及到中共權貴家族的利益 事件是中南海派系的權力鬥爭 和博弈升級 列出的證據包括 滴滴出行的大股東阿里巴巴 螞蟻集團、騰訊 本身就牽涉中共各派系及太子黨 主要是江澤民派系的勢力 滴滴主要股東各營企業 中國人壽和中信資本 是江派前常委劉雲山的兒子 劉諾菲的地盤 滴滴的另一個主要股東 中金甲子 隸屬於中國國際金融公司 中金公司前CEO朱雲來 是前總理朱鎔基的兒子 滴滴還有一個股東 中國平安保險 則和前總理溫家寶家屬 關係密切 留意到滴滴在被受打擊後 仍然沒有高調復軟 滴滴出行7月10日凌晨 在官方微博發聲明回應稱 誠懇接受 並堅決服從相關主管部門的要求 但幾個小時後 這則聲明就被刪除 那是否說明 與馬雲的阿里巴巴相比 滴滴背後的反襲勢力 竟然更強大呢 明年中共二十大高層換屆 習近平謀求第三任期 早已是外奸共識 這個對於中共來說 是比堅毛澤東之舉 對此 黨內元老到底有沒有不滿 正在這裡或者是接下來 以何種方式抵制 都令人關注 不過 習近平早已做了強力維穩 黨內政治元老的動作 2016年2月5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 首次以兩辦名義釋出 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離退休幹部工作的意見 中共中央組織部強調 意見要求離退休幹部黨員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 同意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 另外意見還對加強離退休幹部黨員教育管理 提出了6點要求 包括樹立紀律和規矩意識 驗收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有了這一條制服幫內長老的幫規 習只要握緊槍桿子、刀把子 就不怕他們翻天 如此一來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 果真是波蘭北京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現在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